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水行侠Aquaman 这是DCEU的最新电影 由正义联盟当中已经出现过的水行侠 Jason Momoa以及Ember Hurd主演 片脚者由Nicole Kimmen、Patrick Wilson、Duff Longer、William Duffell 并且由华裔大导演温子仁指导 这是水行侠的第一部电影 讲述Arthur Curry这个混血王子 在梅拉公主的协助之下 摆脱自己的阴影 立抗自己的兄弟 登上亚特兰提斯这个水中帝国王座的故事 这部电影看得出来 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 还有心力在电脑特效的上面 呈现出来非常绚丽 夺目的水中世界 温子仁导演也再度证明 他是拍商业片的好手 把这个原本没有什么人期待的水行侠 拍出一部 让大多数人都可以满意的一部商业作品 水行侠这部电影 从头到尾的优点就是在无脑 它一点也不像黑豹要承载那么多 沉重的意义还有内涵 它都是很简单的故事 还有人物关系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王者回归的故事 以及维护和平 世界一家的主题 所以我看到蛮多爱看电影的朋友 都没有很喜欢这部水行侠 包括我 也是对这部电影稍稍的感到失望 可能我原本以为 还是会看到更多新颖的内容 刺激的元素 或者是动人的故事 没有 水行侠接近两个半小时的片长 但是他的故事量是相当少的 这部电影的看点集中在画面上面 虽然一开场还是很有DC风格的神话感 但是到后面就完全是温子仁风格的那种电影大杂烩 基本上这些画面上面的内容 都还算有趣丰富 只要你带着无脑的心情去看 就没问题了 Jason Momoa 他充满男子气概的表现 好像就是要告诉你 这部电影有多无脑 不要想太多 无条件的接受电影给你的资讯就好了 为什么只有他可以跟鱼讲话呢 他哪里有特别展现这个角色的沟通能力 我也没有看到 而似乎在水行侠的个人电影当中 他不再只是一个恐无有力的大个子 一个硬汉而已 跟这个角色在正义联盟当中的形象相比 比较风趣 比较有温度 不再是那一个不小心坐到真言套所 才讲出真心话来的那个野蛮人 主线的故事是阿斯科里的成长之旅 是他登上王座之前的历练 而决定所有剧情的重要关键 则是在这个母亲的故事线上面 整部电影当中最有故事 也是我希望看到更多戏份的这个人物 就是Niko Kimmen 所饰演的这个亚特兰提斯女王 如果这部电影有另外一种拍法 有另外一种切入的观点 我想就是从这个亚特兰提斯女王 逃婚开始 她离开了她的家乡 来到陆地上遇上了主角的父亲 然后又为了这对父子的安全牺牲自己 最后还受到惩罚 我觉得这个角色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重心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 尤其是男性观众 认为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 是那个永远失灵灵的女主角梅拉 她是整部电影的大亮点之外 她还深负着要带领主角的一个重任 说服她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承担起她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跟神力女超人不同的 展现了另外一种女性的力量 帮助主角找回到她那一根神器 而Patrick Wilson 所饰演的这个反派欧姆 则是我觉得整部电影当中 表现最好的一个角色 她一直在对抗自己内心的伤痛 还有阴影 所以想要夺得一切的控制权 不计较手段的正当与否 她只想要掌控一切 包含了未婚妻的GPS讯号 在形象上面也很不同于 Patrick Wilson 她以往的角色 是一个充满了自我怨恨的人物 在电影的前半段 把大海的力量拍得非常的巨大 可是到后面格局却小了很多 我们再也看不到 那个海洋的力量有多大 黑服份这个角色从开场到结尾 都有她的戏份 琢磨很多 但似乎是为了铺陈下一集 可能要到这部电影的续集 她才会展现她真正可怕的实力 在这部电影当中 她就有点悲惨的状态 总觉得这个人物应该要看起来更厉害才对 水行侠是一部水中帝国的王位争夺战 也算是半部寻宝的冒险电影 更是在讲Aquaman水行侠的诞生 DC漫画的电影在最近几部 真的是靠女性的力量 女性的角色撑起场面 在水行侠你会看到很棒的女性角色 你会发现她真的是一部在讲水的力量的电影 有特效场面 有迅速的转场 是一部无脑故事 有一点无聊的超级英雄电影 适合给想要轻松爽快 娱乐性高 CP值也高 像是玩命关头系列电影那样子的娱乐性观众 特别推荐这部电影给想要看海底肿动员真人版的你 水行侠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